半夜点了一份鸡脚 回去下酒 老板给我拌个酸辣的柠檬 柠檬只是提个香是吧 那肯定的 这里还有柠檬汁 这里面的酸全靠柠檬 还是还放点醋 醋也放一点 要不成本可高了 有食欲 我分量多吧 可以 这个下酒 大桶一倒它就入味是吧 对 一边搅拌一边上入味 这洋葱有点干了 这洋葱边都干了 边太干了 不会等下倒下停不里面 太干了 放点番茄 这口味是你自创的 哪里自创的 这个体的 这个西藏版的 带胃的 这是 带胃就是酸的辣的那种 放黄瓜 胡萝卜丝 带胃 晚上摆摊到几点钟呀 这边还是晚上人多 晚上人们搞的晚的 他几家怎么卖的 25 25 一份 那个料是先弄的 是吗 对 马上好 就两三分钟就好了 这是柠檬汁 鱼露提鲜 这是辣椒酱是吧 好好好 那要哪一份 我要一份 好好好 量还蛮大的呢 全国特地拿着这玩意的东西 对 奶味 我手带着来 我自己吵不着 好看 打包打好 带回去 凉皮 这凉粉凉皮 这么卖吧 10块 有几个筷子 两根 半夜买了一份鸡脚 五股鸡爪 涮涮的 回去下酒 你见过 从早上就开始喝酒了吗 也不能怪我 因为有我最喜欢吃的 酸辣的鸡爪 五股鸡爪 这种好菜你不费点酒 太可惜了 我爱死你了 早上喝酒 一天精神的抖手 真好吃 以前我晚上没出门 我没注意到 大理这边真正热闹的 是晚上半夜 出门灯火辉煌 灯红酒粒 满大街的 少年轻的 其实我也可以 摆个地摊 也提供一些酒水 女生可以提供饮料 免费的 男生提供啤酒 就是往这一坐 趁着喝酒那功夫 喝点亮的功夫 聊聊天 缓解一下 给自己解写闷 我经常自己 也会感觉到无聊 然后觉得没有自己的圈子 一个朋友没有 就算有朋友 你也不能时时刻刻的跟人 找人家聊天 干嘛的 人家烦不烦你 是不是 你在那无聊 人家没事就忙着了 所以 就得自己想办法找这 其实上海我是真着急回去 但是那边反反复复的 什么都不方便 我也在观望 现在身在大理 要想活得开心 活得快乐 就得自己给自己找乐 我也发现我长得真壮实 晚上出门都没有什么威胁 那些人看 我比他们长得还重 没人答个主意 姐姐老大不晓得的 没人都防着我的 也没人看得上我 特别有嚼劲 还美容养颜 就喜欢吃着口感 酸酸辣辣的 清清爽爽的 水果蔬菜味 肯定有很多网友想 这大营营最近说变了 变得好开放的 好豪旺的 难以接受 不能理解 其实以前我没有融入大理这边的生活里边 当在大理这边 外来人过来 他们的生活状态基本上就跟我最近那种状态差不多 晚上出来玩 白天人脸都看不着 出来 哪怕跟陌生人 交流 喝酒 怎么 比如说的话 并没有 大家伙想的那么的恶劣 说这就不怀好意 这就怎么样子 其实 大家伙可能都是一个人过来了 也都是没有自己的朋友圈子什么的 再加上这个地方是一个不能说包容 因为大家伙都是从外地过来的 都是休闲的 所以都能理解 你可能不认识我 我也不认识你 但是能说上话 能有个话题 谈天说地 砍砍大山 吹吹牛 这就可以了 我不需要知道你是谁 也并不像大家说想的样什么 言语 偶遇 邂逅 咋地溜 什么 那就是嫌扯淡的 没有 但是这种案例 不光是某个地方有 全中国遍地 都有个别的人是这样子的 但是这样的事跟我们无关 我们就是自己无聊的时候 这种氛围就给你带进去了 交个朋友 就是跟外界的人聊聊天 随意一点 这很正常的 我这小酒喝的差不多了 有点早上没吃饭 光吃鸡饺 光喝酒 还别说 这有点晕呢